一輛砂石車和大貨車 在國道上誰也不讓誰 還越靠越近 好幾度都快要撞到一起 加上國道的時速超快 後方駕駛看到都替他們捏把冷汗 但他們到底是在尬掐還是在吵架 危險駕駛全被拍了下來 21號下午兩點多 國道一號南下竹北路段 砂石車和大貨車駕駛 疑似發生行車糾紛 一氣之下直接在國道上並排行駛 持續了將近一分鐘 直到後方又來了一輛砂石車 才將他們分開 目前警方沒有接到報案 但已經在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 要這兩名駕駛道案說明一下 當時到底在幹嘛 而這樣的開車行徑 也讓許多民眾都說好危險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動作 而且是造成用路人相當的困擾 我是覺得如果說並行的話 能過趕快過 不能過的話就是避啦 要避開啦 沒有真的非常危險 無論是不是真的有吵架 都不應該拿自己和用路人的性命開玩笑 要是真的發生車禍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TVBS新聞陳世民何雲廷 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文字幕提供 影片分享 詞曲專欲 。